好,那我们谈谈药明 药明昨天就发了一个刑期 不过今早开市之前就有一较消息 就说到美国商务部 公布了更新了这个未经核实名单 就是一个类似制裁名单 里面就有加入药明生物 看到药明生物就现在低开近1成5 我们刚刚有个朋友都问 是Wally,他就85元有货 他说现在应不应该沟淡成本 他就问你觉得药明有没有力量再上 这个被制裁的消息 其实也不是一些新鲜的事 之前也曾经有过这些消息 倾向上来说 对于一些内地的投资者 或者日本港的投资者 就未必对这些消息非常敏感 但是对于一些外国的投资者 一听到这些消息就会稍微紧张 以至到他的股价的表现 都是沟压会比较明弱一点 我觉得现时去看的时候 可以真的看看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消息 如果有进一步的相关消息的时候 其实股价仍然存在着一个受压的风险 不妨看多一两个交易人 如果见过股价不跌穿65元收市的时候 才考虑交货会比较安全 万一真的跌穿65元的时候 可能就要看介乎58-60元 存定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到时才考虑再购买